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成的条件上需要有一个小的空间 也就是我们的烟布需要形成较小的空间 小的空间可以让气流速变快 同时是坚硬的状态 让声音力的高频斜震增加 这样的空间状态呢 也会更利于声带的闭合更加的稳定 也会更适合发高音 那透过Mr.Voice的基本功练习 像是底声不准蛇等等 都可以训练烟布的力量 让人在不同音域上都有更好的典现哦 今天的练习重点呢 在于改变过去在演唱音阶时的心态 并且破除过去错误的发生认知 同时我们也会加入男生跟女生的音阶练习 我们会用A的母音 演唱三度的上下行音阶 过程请专心感觉 舌尖碰到下巴牙齿的触感 坚定的默念不给气的指令 并且想象声音是在原地 并没有上下的概念 坚定专注的默念指令的目的在于 透过指令 让我们的主动认知 不要来介入发声 同时强烈的情绪也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去注意声音 所以待会练习的过程 请记得坚定的默念指令 我们的指令对于肌肉也是有直接的帮助作用的哦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呢 请在你的面前放一个镜子 去确认在演唱的过程 你的身体脖子头有没有想要跟着声音往前走 因为其实这些动作会不利于发声 让你脖子往前的时候 那就好像从高音乐器变成定音乐器了 接下来我带着大家跟着我一起练习 请专心感觉时间并坚定的默念指令安稳自己的情绪哦 坚定默念 感觉时间 整个过程你的脖子头有没有往前伸 如果有的话先告诉自己不要 一定就是在原地 强迫他不要动就是原地原地原地 专心感觉时间 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音高变高 你会很想要追着声音往上走 你的心情会随着音阶改变 请告诉自己 No 就是在原地 声音就是在原地 不要跟着声音往外走 随便声音怎么去 专注你的舌尖 坚定默念 不给气的指令 那我们来演唱女生的音阶 记得一样专心感觉时间坚定指令 安稳自己的情绪哦 大家有觉得唱高音的过程 有觉得声音的厚度增加 而且变轻松了吗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声音有方向性 我们会想象声音往前走 但其实并不会 因为声音这个能量的特性 是由能量的中心 往四周围传到 当你以为你在跟着声音走 其实你只是让你的身体 形成了一个不利于发声状态的结构 其实想跟大家强调的是 反复唱歌或是反复练习 并不会让唱歌进步 而是要用对的知识 并且建立对的动作习惯 同时以安稳的情绪来做练习 那你的唱歌才会快速进步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内容 欢迎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想要直接体验我们的课程 也欢迎到Mr.Force的官网 报名我们的体验课 我们下一集内容再见咯 我们下一集内容再见咯 你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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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